金华城案下午在北检的状况连连 因此我们马上要看到在北检的情形 这同样被列为图例 收会被告的前台北市副市长冯震生 月券期间有多次的偶渡产气 经过救护人员到场评估 有借户就医的必要 好这会影响到开机压停的时间吗 最新状况 连线记者赵逸杰 澳洲波持续在台北地点数 为大家掌握现在金华城 柯文哲的案件的部分 现在情况到底如何呢 最主要就是因为法官他原本预知 在今天晚上八点的时候会来召开机压停 但是关键现在已经下午四点了 机压停是先来开彭震生还是柯文哲呢 为什么现在大家都还不知道 最主要原因就是因为被告彭震生 他当时在上午月券的时候呢 出现头晕目眩的状况 他之后回到后省市的时候呢 开始吃了药却开始呕吐 那彭震生他的状况是怎么样呢 他当时是在十二点零六分的时候 由现场的医护员判断说 他其实身体上不是需要借护送医 所以十二点十五分的时候 彭震生他已经被送到和平医院 而在已经救护车抵达 在三十九分的时候救护车开走 所以呢他从他在和平医院 从一点多待到现在 当然他待得越久就会影响到 现在积压停的时间 尤其以月券来讲呢 其实照理来讲月券的话呢 这个监护人的律师 他是可以把里面的券证资料都隐隐都带走 然后去规划出简便双方在积压停上的法律攻防是什么 但是这一次很罕见的呢 法官是准了律师月券 但是他们只能手抄笔记 所以呢现在的月券还没有结束 尽管月券从十点到现在四点 已经六个小时了 但是呢律师他们为了找到这个简便双方攻防 到底要不要押柯文哲这个关键呢 他们必须把所有券证 让他们觉得有利于柯文哲的赶快抄下来 而这个一抄啊就已经六个小时过去 到现在都还没有抄完 所以呢这将也影响到晚上积压停的时间了 那么现在最新的状况呢 是彭震生他当时是脚被上脚铐的 被送出这个台北地方法院 而他之后呢到底会不会回来召开鸡压停呢 目前台北地方法院表示 主要就是要看彭震生有医师评估他的身体状况 如果状况OK的话才可能会开 所以换句话说 拜会八点的鸡压停会由谁来开呢 最有可能就是会由柯文哲来开 那柯文哲来开鸡压停 他有可能今天会被交保 直接走出外面迎接小草吗 这个部分呢还是要打上一个问号的 因为呢这一次这个柯文哲律师震生委员呢 他对案情不愿意多谈之外呢 柯文哲他还有爆出一笔金流 是170万 170万呢他老婆陈佩琪说辞反复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家庭 有没有可能影响到柯文哲他被压或不压呢 事实上是非常有可能的 好除此之外呢 在民众党来讲呢 民众党他们今天上午又有召开了记者会 他们是向检方说侦查不公开的原则 你们怎么违反了最主要就是因为有周刊报导说 柯文哲有一笔170万的金流是有异常的问题的 那民众党表示呢 检方怎么会把这些东西公布出来呢 对此台北地检署也有说 他们并没有公布 针对周刊报导的话 他们也不愿意证实 同时呢 这个民众党也有炮轰台北地检署 怎么没有让柯文哲休息 因为从柯文哲礼拜五一早被检联带走之后呢 一直到现在他整个都在征讯的过程当中 当然他中间有到后省室去休息 晚餐还有吃面包 但是民众党看在他们眼里呢 就觉得对柯文哲非常的心疼 对此呢 台北地检署也有表示 他说他们有询问柯文哲要不要休息 是柯文哲自己拒绝的 好不管如何呢 如今现在的这个侦办季度 就是预近8点的时候会来召开记家庭 而最有可能的就是柯文哲先来开 以上是台北地检署掌握到的最近状况 再把镜头交还口内